为什么你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别人的生意却能赚大钱呢 这也就是我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的点啊 那驾校不就是靠报名费赚钱吗 如果你这里不仅免费学车 还让他们觉得占了天大的便宜呢 那学员肯定少不了 你去放出消息 来你这学车只需要交999元 考不过就退1000元 如果考过了一年内没有违章 就返还1000元 好的 门总 门总 一听说免费学车 很多人都来踊跃报名 想学车的人基本都被我一网打尽了 但是我怎么知道那些学员有没有违章啊 很简单 将来学员的车险必须从你这儿买 你去和保险公司谈合作 赚保险公司散点的钱 嗨 牛的门总 这可比收学费赚了多多了 你以为这就完了 难道还有什么可操作性啊 你再找当地的车行和银行合作呢 然后告诉所有的学员 在你这里买车 只要在你指定的银行贷款 就可以零首付把车开回家 我明白了 我手里现在有这么多人 可以赚汽车产业链的钱 也可以赚汽车金融的钱 这利润一年下来少说也得几百万啊 这些才是让人看不到的大钱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因为只会赚产品差价 其他的一个也不知道